在原莫成书流传甚广的通俗小说《三国演义之中,关羽被尊为一绝》,使其成为英雄盖世,智勇双拳,忠义无双,武将中的典范。 因为金元时代传承了两宋的关公崇拜,促成了《三国演义之中关羽一绝》的美名。 其实,关公崇拜,由来已久。 早在小说《三国演义》出现的一千年以前,也就是隋唐时期,就已经有人开始拜关公了。 唐朝有用三国诗,宋元有三国讲唱,明清有三国说唱。 这些艺术表现形式,还因以曹魏为正统和以刘汉为正统,分成了不同的流派。 这里面,大家要注意的是,三国从来就不是为蜀无,而是为汉无。 曹丕建立了魏,孙权建立了吴,而刘备,刘善父子一直坚称自己是继位汉朝正统,而不是重新开国。 他们绝对不会在自己的大旗上绣一个鼠字。 宋朝以后,尊刘扁曹成为朝流,关羽张飞等人的形象也随之变得更加丰满完美。 关羽的骄傲变成了自信,张飞的暴躁变成了憨直。 在不同朝代和不同地域,各种文艺流派对关羽的形象描写也不尽相同。 仅在北方就有古词、子弟书、快书、京城差曲、河南坠子、扬州青区、四川竹琴等等七八种表现形式。 根据这些表现形式,我们可以总结出关羽的四种常见形象。 红袍关公、绿袍关公、金袍关公、吴袍关公。 这四种关公有什么区别? 什么人该拜啥袍关公? 这里面其实大有讲究。 第一种,红袍关公。 汉贼不两立,王爷不偏安。 红袍关公是过去六扇门,也就是衙差们供奉的形象。 因为在各种画本小说和民间传说之中,关羽只是在大汉朝廷当天将军,汉寿亭侯的时候穿过红色战袍。 而且,这战袍还是丞相曹操代表大汉天子留写赏赐给关羽的。 当然,按照三国正史记载,曹操招降关羽的时候还不是大汉丞相,而是司空、行车骑将军、路上书氏、贾结院、五平侯。 原本大汉天子留邪任命曹操为大将军,但是袁绍反对,曹操就把这个职位让给了他。 曹操在世的时候并没有三国,而是只有一个大汉朝廷和两个大军阀,刘备和孙权。 此外还有辽东西梁等稍小一些的割据势力。 关羽被秦投降的时候也是降汉不降曹,所以中关羽一生都一直以汉寿亭侯自居。 关羽投降曹操也好,归顺朝廷也罢,即使没有曹操相赠,关羽都必须穿大红战袍。 因为那是汉朝军官必须穿的军装。 汉初以水德,后改为土德,最后定性为火德。 到了后汉三国年间,汉军制服早就规范为赤红色了。 关羽穿红袍,代表汉贼不两立,王爷不偏安。 刘备继承了汉县帝的江山,并且给还活着的山羊宫留邪开了追悼会。 然后就名正言顺地以大汉天子自居了。 曹丕篡汉之后,马上就改了官服颜色,红色也就不再流行。 而曹丕这样做,也是有理论依据的。 天命有去救,五行不长盛,待活者土也。 待汉而有天下者,当在位。 汉已火得王,而曹公乃土命也。 许读属土,道笔必兴。 刘备这个人,一向是喜欢跟曹操对着干的。 你抛弃了红色,那么我作为大汉合法继承人,就要把红色当成国色。 要是按照正史记载,关羽授封前将军,贾结月的时候,穿的也应该是红袍。 这样才能证明他一直是大汉正规军官。 这就是六扇门,为什么供奉红袍关公的原因。 我们虽然被称为朝廷鹰犬,但也是正统主流差事,跟贼人们势不两立。 第二种,绿袍关公。 一节金兰,同生共死。 关羽穿绿袍是明朝以后的事情了。 其主要原因有两个。 原因之一,小说三国演义的出版发行。 原因之二,袁末开始有了江湖。 早在汉朝的时候,游侠并不是包一词,唐宋也管得挺严。 所以,在明朝之前,是没有什么正经江湖门派的。 韩山童,刘福通等人,在元朝末年以秘密结社起家。 虽然后来朱元璋明令禁止秘密结社,但却是屡禁不止,各种江湖门派与后春笋般冒了出来。 明朝皇帝大多不太管小事,也就听之认之了。 有了江湖门派,也就有了江湖豪客。 这些江湖客用来凝聚人心的,就是江湖义气。 在正史,演义和民间传说中,关羽在义气方面是亘古第一人。 江湖中只讲义气,不论是非,而关羽之所以气槽归流,也是只讲义气,不论是非。 当时的正统在许都,关羽挂印封金,实际是放弃了大汉朝廷任命,放弃红袍穿绿袍。 穿着绿袍的关羽,过五官斩六将,斩杀的其实都是奉公守法的大汉军将和地方官。 这是很符合江湖客的是非官的。 你不让我跟兄弟团聚,我就大开杀戒,一起是凌驾于王法之上的。 关羽穿绿袍,是不忘兄弟之情,不受高官厚禄诱惑,不以兄长落魄,而生二心。 古人交往,一向鄙视,负一妻,贵一友。 关羽追随房无一间,地无一拢,寄人篱下的刘备,是对义气的执着。 亦不负心,终不顾死。 但怀一心,神人共禄。 穿绿袍的关羽,坐在二位扫扫的门外,丙竹达旦读春秋,也成了后世楷模。 很多江湖帮派供奉的关羽形象,就是丙竹而坐,一手辅长燃,一手持书简。 这里边也有个讲究,而且是用写的教训总结出来的规矩。 在江湖上,有一种人最为人不齿,那就是采花大盗。 江湖上小偷乞丐都有帮派,但是采花贼没有。 而且这种人是人人得而诛之的。 如果在同门之中,犯了作风错误,其惩罚跟背叛一样严重。 江湖上对这种行为有个专有称号,叫做穿红鞋。 也就是冒犯了手足之妻,其惩罚是三刀六动滚钉板。 江湖门派之所以供奉,关羽穿绿袍独春秋的神像,还有一定的警示作用。 弟兄们都跟关老爷学着点,别把眼光都盯在嫂子和弟妹身上。 第三种,金袍关公。 公平买卖,获利和合。 金袍关公也叫财神关公。 按照三教搜神大权的说法,关羽驱雷一殿,患羽呼风,除温解虐,饱病嚷哉。 致如颂冤深意,功能使之解释。 公平买卖求财,功能使之获利和合。 但有公平之事,可以对神导,无不如意。 现在供奉最多的,应该是金袍财神关公。 可是,很多人都不知道,关公袍服的讲究,只要是关公就败,才不管他穿红还是挂绿。 这也难怪,因为民间传说五花八门,关羽的袍服也被传说成各种颜色。 一向是金钱如粪土的关羽被当作武财神,其实是商家对公平交易规则的尊重。 关羽可以震慑萧小之徒,保护家宅商铺平安,还真未必会肯去替人谋财。 商人供奉金袍关公,除了因为关羽在传说中一字当头,光明磊落之外,还因为关羽也算得上是纪汉首富。 当时,刘备有两块地盘,益州和汉中连成一片,刘备自己管。 羽米之乡荆州是关羽自己说的算,也就是说,关羽有荆州的独家垄断经营权,比唯利仕途,却裁员滚滚。 商人们自然也想,在无意中得到刘备赠送的五百金黄金,一千金白银,五千万铜钱,以及一千匹赎紧。 这就叫,命里有时终须有,命里无时莫强求。 第四种,无袍关公,特殊行业,点到为止。 在事实上,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看到无袍关公了,因为拜无袍关公的行业比较特殊,比如李诗诗,梁洪玉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。 也就是说,青楼的从业人员才会拜无袍关羽。 青楼场所之所以要拜无袍关羽,一方面是因为青楼女子生活凄惨,希望关公能保护她们的安全。 另一方面,烟花之地迎来送往,有商人,江湖人士,甚至还会有衙门中人。 青楼不可能同时放置红袍,绿袍,金袍关公,干脆就直接放一个无袍关公,这样大家拜起来都方便。 再说,那种地方的关公,如果穿着战袍,提着大刀往内一站,那些寻花问柳的嫖客谁还敢来呢? 进门的时候,头牌还没见到,裤子还没脱呢,就先下尿裤子了。 而到了现代社会,这些红灯场所都已经被取缔了。 所以说,无袍关公,基本就失去了立足之地,也就很少再看到拜无袍关公了。 了解完关公的四种形象后,我们在看有些电视剧,会发现有时候六扇门供奉的居然是绿袍关公,江湖客供奉的居然是红袍关公。 倒是商家的关公,基本没有供错,都是金光闪闪。 你说六扇门供奉绿袍关公,江湖客供奉红袍关公,完全搞错和搞反了。 可是再仔细琢磨一下,发现这其实也不能算错。 因为在历朝历代,六扇门和江湖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,猫鼠童眠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的现象。 有时候,六扇门做起事来,比江湖客还无法无天。 而有时候,江湖客比六扇门还循规蹈矩。 所以在最后,终于搞明白了,关公是穿红挂绿,还是镀金,其实这都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在供奉关公的时候,要领会关公形象背后的深层内涵。 这种内涵既不完全来源于正史,也不完全来源于民间传说, 而是发自每个人的本心,是对关羽忠义美德的尊崇,仅此而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